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AI人脸替换工具的更新 它这边更新到了6.0,提供了两种升级方式 一种是6.0的完整包,另外一个是4.9.5.8之间 你可以通过下载升级包,来让它升级到6.0这个版本 先来看一下这个完整包 点击了之后呢,下面有个启动文件 找到它,在这儿,双击启动就可以 好,这是这个完整包 那么如果你是下载升级包的话 就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部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全部粘贴到这边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不去贴了,使用方式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版本的一些变化 这个6.0呢,首先是前面这个布局发生了改变 它把原来在这块的一些选项全部做了一个分类 大家看,其实全部挪到了上面 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切换看一下 这个比较好理解,这个咱们就不去说了 那么我们还是做一张图,这个我都选好了 那么直接来开始 这边稍等一下就可以了 速度还挺快的 这边跑完了,看一下这个输出目录 那么这个是刚才做的这个换脸 效果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么其他的变化就是这个 FaceFusion这边呢,更新到了2.6.1 也是一个小的更新,没有什么太多内容 然后下面这个呢,它做了一个回退 这个咱们之前不是那个5.8的时候 已经更新到了珍珠版吗 那个珍珠版呢,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坐着这边呢,把这个珍珠版去掉了 把这个呢,回退到了之前的那个版本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是吧 已经回到了那个珍珠版之前的那个版本 使用方式呢,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这边来跑一张图啊 来确保这个版本是可用的 那么先选择保存文件夹 这个呢,我们就保存到这个A里面 视频目录 选这个D 这个圆人脸呢,我们也是选这个D啊 这两个是同一个文件夹 因为这边加载东西呢,可能会稍微卡一下 这个大家需要耐心一些 出来了 那么这边是切换按钮 我发现就是之前还是有人在问 为什么我这边出不来 因为你这边没有切换 就给大家自己来切一下 那么这边我们还是找一个这个视频 找一个脸 这个脸吧 找脸 把这个替换掉 点这个跨脸 选中 这样就可以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好,这边画过来了 打开 让脸修复 这边修复过来了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版本是可用的 我放下 再来看,是吧 没啥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个6.0这个版本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实际内容不多 所以说大家自己考虑吧 要不要去更新这个新的版本啊 只要你之前的版本能用 其实大家没有必要折腾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